将修行落实生活,将佛法拥有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唱谈六祖谈经十九,心生敬信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有同学问我顿悟和见悟的概念。 何谓顿悟,一听闻法译,你就相信,就弃辱,这叫顿悟。 若不相信,你就慢慢来。 举例来说,一个人过去不明白,认为幸福是追求来的,快乐要不断去寻找。 开悟要读很多经典,于是从无到有,需要时间和过程。 要慢慢累积而成,这个观念就是见修。 你的自信本来是清静的,你不相信,对你有什么好处呢? 你信他,又有什么坏处呢? 信,其实是相当困难的。 金刚经约,世尊,若是有人得闻世经,信心清静,则生实相。 在这一段经文中,信为关键词。 你若能信,心便清静,心若清静,便能见到真相,则能生实相。 实相即真实的面目。 所以,建立正见之前,你必须有正信。 正信与迷信不同。 道理,可以讲得很清楚,只是你愿意接受吗? 你的表意识相信,但你的潜意识不相信。 众生尝试怯懦,不敢当下担当。 这就是你无法真信的原因。 你会问,要真信很困难。 有没有方法? 你可以有疑惑,但不能说你不相信。 你可以质疑,但要去找答案。 不能不探究,答案就在经典中。 当深入金藏,从中找到答案。 答案就在心中。 当时自本心就知道了。 凡事不可只怀疑,而不去求证,否则你就迷信自己的想法了。 一般人只是把佛经拿来看一看,读一读。 信徒把佛经拿来读读,知识分子在研究佛经写什么。 而一个修行人则以佛经印证修行,层次完全不同。 从佛经印证,可以看到你的长度,知道你修对还是修错。 当今,闲有人能帮你印证,你不应人云亦云,道听途说。 你当以佛经为师,不断确立正见和方向,所谓深入金藏,智慧如海。 很多佛弟子都曾读过普门品。 普门品告诉你,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, 你就可以消灭贪嗔痴。 你为什么不念观世音菩萨呢? 你念一句,贪嗔痴当下就消失。 你就是不太愿意相信,你觉得哪有这么简单? 越爱读书的人,越不愿意相信。 反而老菩萨比较容易信。 你不信普门品,就等于不信法华经。 你不信这本经,就等于不相信佛。 你不相信佛,如何谈学佛呢? 这真是矛盾呀。 所以,你根本无法跟佛学。 为什么一位念错佛号的阿婆一样能感应到呢? 关键在于,她百分之百地相信, 心中生种种发生, 这就会大放光明。 我们则很怀疑,真的是这样吗? 哪有这么简单? 简单的你不想学, 困难的你学不来, 但你依旧不信。 一句高僧传记载, 惠公法师三十年为诵普门品的事迹。 惠公法师南北朝时期, 益州成都人, 惠公与同四僧人惠远, 最为亲近。 二人常在一起修行, 后来, 师兄弟各自参学去。 惠远至经师, 听闻学习许多大成经典, 惠公则至江左, 随缘云游。 三十年后, 惠远回到益州奖金授徒, 声名远播相礼。 道俗钦佩推崇, 惠公也从江左回乡, 师兄弟久未谋面, 相谈甚欢。 只见惠远侃侃而谈, 然惠公却默默在倾听。 惠远便为惠公, 这么多年来, 你学到了什么? 惠公说, 因我资质愚钝, 都无所解。 惠远再问, 有没有研读哪一部经典? 惠公说, 只读一本普门品。 这时, 惠远便斥责惠公说, 普门品连孩童皆能背诵, 何老你这大人来诵? 况且你我从小就出家, 共同发愿, 修成正道。 如今, 你却这一般懈怠, 只会送这一部经文。 从今以后, 我与你断交, 请你离开。 不要留在此处。 此时, 惠公平静地说, 经眷虽小, 乃佛口所宣, 静者得无量福, 轻慢则有无量罪过。 请师兄息怒, 听我送一遍, 普门品如何。 惠远轻慢笑说, 此品我已讲过百遍了, 更何况是听送。 经由惠公的恳请, 惠远便答应了。 只看到惠公在亭前截坛, 安一高坐, 绕坛树渣, 顶礼生坐。 惠公使诵经题, 便一乡满事。 诵至经文, 集文天月明起。 此时诵经声, 与天月声, 聊两空中。 同时, 天落香花满地。 诵完经后, 天月、天花, 也一时俱进。 惠远见自庄严瑞相, 便上前, 顶礼惠公, 声泪俱下, 悔谢说, 惠远, 求惠死尸, 竟污漫了尸地。 岂敢行于天日之下, 岂请您, 暂留教导于我。 惠公说, 非我之能力, 而是诸佛之神力。 话说完, 便合掌而走, 不知其去向。 文后思维, 你真的信佛所说的吗? 心平和劳持戒, 行职和用修禅。 感恩六祖慧能大师开示, 感恩达观师父教诲, 感恩您的聆听,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感恩